通阳气 火针疗法 火针是通阳气的主要疗法 借火助阳 开门驱邪 散寒去湿 温通经络是火针疗法的特性 火针疗法是通过物理的火赐入这个迎邪聚集的病灶 驱出迎离之邪 给外邪以出入 阳气是人体运行中的正气 风湿病的发病机理就是阳气虚弱 导致阴湛阳位 水湿拒留关节 灵书观针中就有记载 有翠次者 次凡针则取弊也 翠和凡都是与火相关的内容 火针是从古代九针中的大针演化而成的 火针疗法是用特制的粗针 用火或电使针尖烧红后迅速刺入血位内以治疗疾病的方法 操作准备 一 检查针距防止针尖有勾区缺损针饼要坚固 二 根据病人所需扣刺部位不同采取不同体位 让病人全身放松 三 让病人暴露针刺部位 四 选血 火针选血应根据病情辩证而定 治疗时一般以波动感最强或痛点为取血点 五 医生戴好无菌手套 六 针刺部位用点符消毒 再用75%酒精脱点以防止感染 操作手法 一 烧针 烧针就是用酒精灯将针烧红 烧针是火针的关键步骤 针灸大成 火针说 灯上烧令痛红 用方有功 针不烧红不能去病 反损于人 二 关节积液者 要将针入关节囊内 要在针眼处拔火罐 一般火罐吸附三至五分钟 三 如有肌液治疗后 局部要用弹力绷带缠绑 松紧制度 一般白天活动时缠绑 晚上休息时放松 持续十天左右 注意事项 一 治疗前做好患者的思想工作 以解除对火针的畏惧心理 防止晕针的发生 二 操作时 医者要用力均匀 真身需垂直 动作要准确迅速 达到预定深度即出针 切记下针时病人乱动 以免发生不良后果 三 烧针时 若为污制火针 针身必须烧制白亮方可 若为不锈钢制火针 针身一定要烧红 如此则痛苦小 疗效好 四 治疗后针孔不能沾水 一周后戴针眼完全长好后 方可洗浴 局部红晕或红肿未能完全消失者 应避免洗浴 针孔发痒不能用手挠抓 以防感染 五 若身次达四到五分时 此后可用消毒纱布敷贴 胶布固定一到两天 以防感染 遣次可不必处理 六 发热的病症 慎用火针 七 对于血管和主要神经分布部位 及脏器部位 不易适用火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